第四卷是由明朝開始講到辛亥革命 我們講中華民視時間的底線是辛亥革命 現在第四卷就開始講明朝開始 我們看到明朝是講回人口 在明朝的人口在萬曆年間的時候 就是1.5億 人口就迅速增長 去到乾隆時代就是清朝 2.75億 道綱年間就已經是4億 所以去到清末民初的時候 民國初年我們就叫做4億 四萬萬同胞 孫中山說是4億 我們要講人口的變化 為什麽好像去到已經是這個 你看證明唐朝是這麽少呢 第一的版圖是小一點的 去到清朝又是清朝 清朝因為本身未入主中國 它已經打敗了外面的外族 包括主義的蒙古 和一些周邊的鮮卑民族 它那個外面的整個西伯利亞 就是它的 後來才割給蘇聯 整個西伯利亞是很大的版圖 所以它包括的族群是很多的 那些人口亦會多了 版圖多了 但是當一穩定之後 人口亦會增加 有一個何秉帝這位教授 他研究人口 就不只是研究人口的話 是多少 其餘了 人口可以研究到什麽問題出來呢 第一是戰爭問題 人口的遷徙問題 和一個國家為什麽會有革命 會有改朝換代 很多時候是人口問題 因為人口你安靜太多 膨脹膨脹膨脹 膨脹為什麽不夠吃 農業綁不上 種不切那麽多 好了 或者社會貧富完善 那些有錢人壓迫那些農夫 那些田農 那他們呢 種了田出來 交蔥都交了 不夠吃 那沒得吃怎樣 革命 搶 搶 搶誰 搶有錢老威 那可能呢 人口 一路不斷不斷增加 某些就爆發點 革命爆發點 社會要演變 都會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因爲 人當沒得吃的時候 就要求生就要搶 搶搶搶有的那些人 有的那些是有錢人 都自然所謂貧富的 如是革命 這是一個人口研究的 其實是很多裏面的東西可以帶出來的 那個問題 包括你剛才說的 當你人口很少 革命完了 人口很少 大家平靜 平靜 生活 因為人口一增多的時候 很多文化就會跟著 文化的遮跡類 書畫 藝術那些又來了 北宋看回北宋 一億人 所以這個說法是說 從中國開始 夏商周一路去宋朝 其實波動性都是以一億左右 五千萬到一億 很少去到超過兩億 但是清朝就有兩億的出現 三億的出現 這個就是表示了 第一可能清朝的版圖比較廣 第二就是人口事實上安定之後 那個範圍不來了 那你一人口控制得不適當 問題就很多 我們又說回宋朝開始 因為我們說了 正如說不夠寫獎 那哪裡糧食多呢 南方 因為熱 天的熱 天的熱 最多的東西生長 北宋的時候 人口 南方比例是六成 多數 但是其實北方才是甚麼 政治和文化中心 所以很多東西是南方運到北方的 包括食物 道米 第二就是衣服 絲綢 都是南方出產多的 所以這個自然是甚麼 因為人口分佈得不平均 你物產分佈不平均 就是自己的流動性 一流動又怎樣 流動經濟 是 江西就填湖港 江西有很多物產 去到湖南 去到兩港 湖港就填四川 湖港的東西就運到四川 所以大家就在那裡流動性 江地又要增加 在明朝的時候 百億畝 去到清朝 要增加到十二億畝 增加五十六百分 人多了 增加江地 那中國是否飽和 未飽和 應該是 你看現在十三億 還可以夠吃 第一 產量增加了 研究進步了 第二 你可以開增多些 這是事實 去到清朝都未飽和 第二 要說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大家都不知道 粟米 金鼠 即是番鼠 馬鈴鼠 全部外來的東西 主要是美洲 番鼠 番鼠 番邦的鼠 就不是我們 番鼠 玉米 我們叫做粟米 廣東叫做粟米 原來 玉米來到中國 適合它的氣候 長得好漂亮很多 那就落了地 如果我經常去看 北方 因為粟米容易種 很多人種粟米 粟米 粟米收割了 可以做什麼 粟米餅 磨碎了 就煎餅 粟米餅 可以 留得久 可以處置得久 大家經常吃 粟米羹 粟米湯 那些粟米又可以做罐頭 其實粟米真是一個很好的糧食來的 墨西哥 你想想 乾 一棵 就七八十粒 去到美國有些地方 就一百五十 甚至有些漂亮 八百粒 來到中國 哇 有成千粒 那些粟米 記載 那些粟米 都是高的收穫 品種 你想想 所以去到清朝的中期 肉粟米佔了全國的六個百分比 即是我食物就說 北方都容易種到 那就容易種一些 因為尤其是水道 米一定是南方的了 長江以南的 沒什麼說 北方肯定 一年種一次 種一造 那些土地就浪費了 那種其他什麼 其他就是種粟米 種魚米就種粟米 種其他東西 你一定要什麼 農夫當然想收成多些 不停地種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輪耕 你種不同的東西 對地是好的 因為吸收不同的物質 對土地更加好 那麼 那 番薯 粟米 和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叫做土豆 那樣 反圍成為了我們 都很多的糧食的來源 就不是 以前中國主要糧食的 嘛 麥 還有 這個 米 北方吃麥 吃包 南方吃米 那現在什麼 增加了很多配套的東西 田進而地 地進而生 要大量開墾 為什麼 如果你一不夠食 又革命又搶食 那麥 農田就精細化了 改良 肥料 就說 怎樣去研究輪耕 輪替的耕作 都要講究 你種什麼才對呢 原種什麼 種什麼 那些農夫就經過很多研究 有些人去研究 歷代都有人研究農業 不要說沒有 我們就很精細 種什麼農耕 也好 還有 這個土地 這個地是適合種什麼 首先要大解決問題 土養 土質學 你要適當地研究 四川 四川不是全部漂亮的地 有些好貧脊也有 沒什麼肥料都有的 你需要找清楚土地 是好 曾經試過 我們說十九世紀的中期 面積就增加到三億多帽 增加不到五十百分 人口增加三倍 快很多 這樣就要小心了 所以 你不是要那個 量 數量 收穫 收成的數量 要有增加 要改良 品種要改良 我們剛才說 五大類而已 是 那幾個 變成什麼呢 南方一連三做 北方一連一做 當然在南方種多些 要吃米 高產量的食物 還要豆 五谷 就要豆類 蔬菜 這些配合的 一般來說 菜和豆 比較容易種 要求不高 番薯 因為要求不高 所以變成普遍的作物 肥料 厲害 做肥料 有十大方法 人的糞便 畜生 糞便 草 火的糞 泥 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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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我爸爸小時候 吃完雞蛋 雞蛋殼 扔爛它 我來做肥料 雞蛋殼 以前在鄉下 就是這樣 吃完雞蛋 一定不扔的 雞蛋的殼 害質 有沒有幫助呢 那不是後來我讀書 植物 普通的菜 肥料 肥料 淡淪甲 很可愛 不知道什麼 不要管他 總之 鄉下人 真的是一樣 好像劍 很少扔東西 扔之前 想清楚 這件事是否值得扔的 還有什麼用 還要想想 所以 你又需要環島 因為劍 就是環島 那些水 真的洗到水 污糟才會倒 我們廣東人 已經很充足的水 鄉下都是這樣的 生活習慣 他不會說 洗米的水 馬上倒掉 洗米的水 洗完米的水 可以淋花 可以洗東西 洗碗最好 洗米水去肥利 洗米水 洗米水 原來潘字 解洗米水 我姓潘過潘 解洗米水 洗米水 在古代做什麼 做化妝品 做化妝品 因為 因為 我們講醋米 古代不是這麼多白米 吃醋米 醋米有很多營養 你洗的時候 那些米 營養不足水 用水 用水來敷臉 洗臉 美容品 原來 不是說死亂 南韓現在有些出 洗米水化妝品 我研究過 南韓有些出 相機 所以 人的生活 是很多樣化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你的肥料技術 是不是要增加 你現在說 我們說 有機 兩個字 是什麼 有機 就是肥料 是多方面的 不是用花肉肥 肥料問題 是很影響 生產的 好了 棉花也是 棉花和紡織 你紡織的原料是棉花 你如果棉花不種得多 不好的 那你紡織的馬 那些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中國 中國是比較溫暖的 所以 其實棉花要北方比較多 但是呢 就是 南方可能種馬 那些絲綫 那些又可以做 還有一樣東西 蠶蟲也好 蠶絲呢 就 廣東又可以 北方又可以 去到 去到很冷才不行 去到 這個黃河附近一帶 都很好 尤其是我們說 蘇航的絲綢 那些絲綢 那些絲綢 都是很好 我們其實呢 對那個紡織業的貢獻 很大的 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 人多嘛 常常穿衣 穿衣 穿好衣 研究紡織 絲綢 很厲害 絲綢 不是普遍 紡織就不一樣 紡織 每個人都要穿衣 紡織機 研究紡織機 中國人 一直以來的紡織機 真是世界領先的 你紡織機怎麼瘦 做些花 怎麼做些花紋出來 那些要很講究 研究那些村 怎樣搭線 怎樣說 中國人就研究 這些紡織機器 是很領先地位 所以在紡織業上 我們來說 從來都是輸出 布 衣 棉花 怎麼可以做好它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說 你去做一個紡織機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什麼 那些人買了一部機 自己在家裡 DIY自己做 做了一部機布 出來就不買 所以來說 可以那些機 是要簡單操作 但是又有很漂亮的花紋出道 是不是 那些做的人 就會考慮市場的需求 因為很多人私家 買一部機 以前做衣車 買一部車回家 車東西 就賺錢 買一部機 就有錢賺了 你要考慮到這些 品質 尺寸 和操作 要減斷 因為你不是專業 不是工廠式 要減斷 用一個比例 重江府佔全國的肯田面積是0.67 納稅 納稅 是3.85 蘇州 是7.81 納稅 為何立這麼多稅,就是報匹出口,經濟,是最大宗的,中國 糧食就不是,為何自己吃,不用出口 報匹就是絲綢出口,就是抽稅 你想想,在蘇州,全國抽稅最多 就是因為很多人積報去賣 從江的地方,是其次於蘇州 在明朝的數字,每年二千匹 匹部,去到清代三千匹 既然這麼多商業,由唐宋開始 有雙幫 即是說那些人,大家結成一個幫 一班人,去做生意,去做買賣 我們說,出口,船 上海其實,為何這麼出名 因為很早就已經開浮去做生意貿易 將棉花,將布匹,由上海,可能雲南方 廣東,甚至出口,可能去到東南南 所以其實很早,水路,商業,甚至雙幫形成很早 清明上海的圖 都有講水的貿易,由水路,內河,本身的內部的運輸 如果上海這些海口就出便了 貿易仍然以江南,那些城市為主 上海屬於江南,對外 浙江,甚至我們叫溫州 溫州一向以來都是雙幫集中的地方 他們懂得做生意,懂得講價 懂怎樣做生意,傳統的 上海人做生意,上海方面 還有就是人口增長,來往,除了棉花 還有我們講的就是絲綢 湖州,浙江的湖州府是最出名養殘的 大家不知有沒有看過湖雪岩的小說 《紅頂商人》呢,就是他講了 就去湖州那裏,趁他便宜的時候 多馬,他就收購了他 跟著呢,就轉去第四,第個城市 趁價高就賣出,那就做生意了 但是他不是隨便說收購的 其實,商人就四十一位打探,有消息 有消息就有生意 他知道呢,就來有一批外國的商人 來收購蠶絲嘛 那就找了,找幾個地方 哪裏最便宜了,湖州最便宜了 就收購了,就等那些人 商人一來,商人一來呢,他就賣了 他就賣了這些商人 所以是,預先通報了消息 那你就有生意做了 所以就要他幫,為什麼呢 有消息通,通報,大家一幫人 所以我們說呢,安徽啊,又是一幫商幫 大家什麼呢,徽商的嘛 很多時候這些商幫是以那個省籍為主的 為什麼呢,鄉里啊 鄉口話啊 同聲同氣啊 同聲同氣啊 你不會騙我嘛 是吧 你騙我,我就認識你腦表的 你不要騙我啦 是吧,大家認識的嘛 那腦表,是吧 甚至乎我們說糧食啊,竹木啊,茶葉啊,顏料啊 這些全部是靠那些什麼呢 靠那些商人去那些江南地區去收購 再去運去那些需要的地方 除了徽商之外,駿商啊,駿商就山西啦 駿商在山西,駿商在山西很厲害的 它的銀號,銀號很出名 它那些銀號就去到每一個地方 它就開一間銀號 那你呢,就做一間銀票就可以了 那大家做LC那樣類似的 那你給了銀票他就可以拿貨 那大家是憑那些信用的 去出名,駿商和徽商 那所以他們賺到錢,回到那個鄉下 安徽和山西,就建這些大屋很漂亮 整個家族,整個幫 那還有,有商會的喔 有商會呢,大家就說 統一了,不要大家爭生意 就統一賺錢 大家那麼上眼,價錢就不要爭奔頭 有什麼爭吵呢,就有商會署傾頭 所以這個很早中國以後 有那個所謂行頭的商戶 通常中國的商戶是以行業先的 最初是 就是不是以地區先的 以行業先,譬如大家 大家是搞這個絲綢的 絲綢商戶,絲綢商戶 絲綢商戶,絲綢商戶 就不是用黃金 就算和外國交易,我們都是以白銀為主 所以呢,很多時候那些最初那些歐洲 那些歐洲,美洲商戶 他們一旋上是白銀來的 白銀來的 來呢,就換我們中國的防物 茶葉呀,絲綢呀,瓷器呀 那樣,我們呢,就 就積蓄很多彈 宋朝 為什麼頂得住呢? 就因為是白銀 去到明朝呢,其實不差的 那個經濟呀,那樣都好的 但是呢,是不三貴就開個關 就被清兵入 如果不開,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政府還可以打 打仗很用錢的 各位,打仗 打錢仗,不是打什麼 錢就買武器,買精靈武器 所以去到清朝就糟了 為什麼呢? 打輸就賠錢,賠白銀 政府就沒有了,賠了 賠都沒有了,怎麼打? 沒得打 你都沒有白銀買那些飛機大炮 你出飛機大炮到人家 你沒有錢買呀,為什麼? 不輸,所以終於就要 越打就越輸 越輸就越不能打 還有一件事呢,就是 倭寇,明朝開始的倭寇 這裡他提到,我就說一下 明朝的倭寇就是 日本那些人搶 他就沿岸,沿岸 上海,去到福建搶 他上岸搶,搶完他就走人 為什麼搶呢? 有些中國的海盜 做漢奸,就帶他們去 這家有錢 他搶這家,這家窮 就不要去 那些當地的中國人 就探到哪裏有錢 哪裏有錢,哪裏有錢人 帶那些日本人來搶 那裏有錢人來搶 所以,就搞到很慘 搶完就走的了 你很難捉的,他上那一艘船 所以,這裏也有些流失 這裏也有流失 總之來說,我們說 由那個年代開始 明朝開始 銀號各方面 就很嚴謹做得很好 其實我們說銀紙 即是說紙幣 其實宋朝已經有了 但是宋朝當時的紙幣 只是在四川省 省內流行 是政府發的紙幣 準備擴大使用 但是,就沒有了 北宋又消滅了 南宋就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繼續去 所以,元朝就學了宋朝 宋願 就用紙幣 但因為他也是 很短時間 他又沒有去做得好 去到明朝 反而沒有用紙幣 用銀票銀號 就沒有重新 就是考慮用紙幣 以下這個重點 就說很重要的 就是 早期的啟蒙思想 第四冊的第二章 和政治文明的新元素 為什麼說啟蒙呢 啟蒙的意思就是 一個西方式的自由意志 西方式的自由意志 而在我們中國人的古代思想 就比較少出現 不是沒有 出現了之後 也沒有正式的實行 而真正實行了這種 所謂的 比較開放的自由意志 其實就是 宋朝開始的理學 那明朝就更加表露出來 因為我們說 宋朝就沒有什麼突破 因為唐朝吸收了外國西域的思想 但明朝正式吸收西方思想 吸收到西方那種個人自由主義 就是 加上 理學的 突破了 如釋道三教 為什麼要找一個 教派 或者一個思想派 困住 為什麼 就是說佛教好一點 我瑜伽不行嗎 我道家不行嗎 那三家的 對碰之間 產生了理學 那誰最厲害 沒有 沒有最厲害就可以了 自由意志 自己去欣賞 自己去學習 從這個基礎當中 去到明朝 有西學出現 西方文化 那些西方文化是什麼 是西方那時的現代文化 包括了他們的科技 科技開始 他們有科技和大量生產 文藝復興等等的東西 和他們的商貿提升了 將會出現的LC 所謂信用狀 國際貿易 還有國際法 這些國際法 國際貿易的東西 從哪裡來的 不是英國 是荷蘭 荷蘭興起先的 因為在歐洲 那個文藝復興強大的 荷蘭是開始 荷蘭是海軍 是呀 荷蘭的海軍很厲害 他們想到這些國際的法律 和一些貿易法律 就在那裡興起 所以很多現在國際法庭 在荷蘭的 國際法庭在荷蘭 那這個啟宏師長 其實我們 由理學開始產生 情諸理學 所謂情義和諸欺 他們去想 發展一個思維的時候 我們用自由意志 遇識到 不應該最框框在 什麼 這個其實有一點反對 什麼呢 就是春秋時代的 諸子百家 百家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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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百家爭明 和理學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理學有了外國元素 有佛家的元素 佛家是什麼來的 印度 諸子百家是他們自己內部 中國人自己 自己鬧的 講的 但是你多了外來思想 完全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想 什麼叫空 什麼叫原起 什麼字眼 為什麼 什麼叫做 無我 很多東西 子官 這些全部是什麼 是新的思維 新的格局 來到 逼入了我們中華文化 唐朝接受了 那你去到 去到 鬆朝 一路研究 去到明朝 不是了 什麼叫火槍 什麼叫機關槍 機關炮 他們那叫 天文 怎樣叫做 流水式 production line 流水式生產 流水式生產 Mask production Mask production 全都要什麼 重新學習 對中國人來說 重新學習 所以跟那個 所謂的 我們講的那個 豬子百家 就不同了 在這兩個時代 都要重新去到 將我們的 思維 重新啟蒙 有沒有保留了我們教育 有 我們在宋明時代 因為 我們自古都喜歡教育 但是 既然你的思維不同了 的時候 很多註解了 很多教育裡面的內容 都將添了 尤其是去到我們講一下 黃陽明和朱熙 兩個爭 朱熙呢 朱熙呢 朱熙就講甲物自知 就講物質性的 甲物自知 我們要講科學的 要講證據的 自知 黃陽明就講心學 萬法為心 不是的 靠心的 這樣 兩個在爭 我們現在社會有什麼傳統呢 三個層次呢 世人呢 是對政治的清明和權利的公平要求 讀書人 不是的 我們要開放 政治 你不能夠說 就貪官了 皇上權力不允許這麼大了 商人呢 就對文化享樂 物質的奢華要求 多元化了 喂 有西方的玩意 西方那些鐘啊 那些板鐘 來了 嘩 嘩 幾次的鐘啊 那些人做不做到的 他會這樣想 三 就是市民 市民對什麼 保障基本經濟利益的要求 喂 那我 種田 我要有收入的 喂 你那些 你不要大量運外國米進來 整頂爛我的市 整個米便宜了 那怎麼辦 死火了 其實每一個階層 都對它的利益 被衝擊 是什麼 是有希望的所保護 大家要想 因為你在外國運的貨 不知道是什麼貨 我看到你 國內就知道了 山西有什麼 山西都有什麼 山西都有什麼 我知道 突然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 是不是 這個衝擊就很大 啊 學派那些我反而不想說了 那些的 戰學那些 是講到一個人的 開放 自由主義多了 我 我想講這個比較 影響大的 就是 黨社運動 那些黨派 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中國 其實 自古就不流行黨的 為什麼要黨呢 叫做黨同佛義 還有黨就OK 如果不是 我罰你了 所以黨同佛義 同就好了 所以中國就不流行有黨派 現在我們流行黨的政治 就是黨派政治 不流行的人 就是很強烈的對抗性 黨與黨之間 所以不准 你可以以正 或者一班人以正 大家聊一下 沒問題 但是不准是很明顯的黨派 但是去到明朝 雖然不准是黨派 我們也叫他東林島 因為有個東林書院那班人 顧憲成 整個東林書院之後 整班人聚集到東林書院 經常談 以正 這裏不好 那裏不好 我們要怎麼過一件 但是以一陣 政府不聽你的 有權力那些 這樣就強烈了 就是黨派之爭 就變成要殺人 將那些所謂 你是你黨的 你是你黨人 形成來講 就是很強烈的政治鬥爭 其實這個政治鬥爭 也可以說宋朝都有幾強烈 但是宋朝時間 因為有北宋很短時間 不是很長時間 所以就沒有這麼明顯 其實蘇東波的時候 就是王安石主政的時候 做了宰相 就說要去行新政 蘇東波就勸他 你不要這麼急促 要慢一點 他就貶了蘇東波 第二個宰相是什麽 司馬剛 司馬剛 就是打慢版派的 王安石就是要改革派的 那兩個就是差 一個要改革 一個又不要改革 慢慢來 慢慢做 那兩個又是差 但是他沒有這麼明顯 最多是貶下官 是吧 現在明朝東臨黨 是殺頭的 抓人去殺的 就說你是什麽 說你是要反他 就是有叛逆之心 所以說明朝這個黨爭就是麻煩 再加上一件事 就是那些太監 太過龍缺 太過龍缺 因為有東廠 那你殺人 那當然是有些密探 太監做了密探 有東廠 後來有西廠 搞到不知什麽廠 六君子被捕 分分又去殺口 後來有七君子又被捕 又要殺口 是吧 這些黨派 東臨黨 所以就說 當你那個黨強的時候 你就沒有沒事 當你那個黨弱的時候 人家就找些 不是理由的理由 來抓你 去殺你 所以我們中國人 就對黨派的政治 是有一個保留的 是有一個保留的 當然現在的 用現代眼光講 也不需要那麽緊張 黨派應該是 雖然有所大家對抗 但是又不是 其實我的看法 關於人性問題 如果人性不是那麽對抗 就無所謂 大家一講 我喜歡穿T式的一黨 T式的一黨 T式黨 那個不是 喜歡穿冷衣黨 那就冷衣黨 你不要大家說 穿T式不適 你穿冷衣不適 大家打架 就不要 其實就是這麽問題 如果大家 很和平理性 就沒有問題 好了 啟蒙思想 很重要是什麽 因為就是那些 外國的科技 衝擊 人不只是講道德 中人經常講道德良知 喂 其實應該是怎樣 很大影響的就是 這個名義 是 對 自然的權力 維護人的自由 專制軍權 是不對的 應該要公天下 公利天下 哇 那麽一大律 這個思想做個基彩 是對的 其實中文的傳統都是這樣說的 宣言以忍 禮記 禮運大同篇 宣言以忍 都是講天下大同 但是沒有實現 為什麽 那些人自私 那些人自私 那些人自私也是人 那些人自私 不想實踐 我做皇帝好了 我做完皇帝 給兒子做 給孫子做 是我的孫來的 不是你的孫 為什麽讓你做 所以寫到自私感 那麽現在這個人 那麽 王忠熙就打破了他 在政治思想上 都要改變 因爲學校最重要 如果你有學校 公平教育 大家平等 做官平等 就慢慢可以改變社會 那麽 那麽 所以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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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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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 書 叫做 通雅 呢 那麽 就 ну 說很多科學字式 那麽 nea 小色 那些科學 是 是方以至这个师生所著作的 其实很多人很注重科学物质 只不受重视 有人去研究 他将它做物理 宰理 治理 物理就是所有物质的东西 医药的东西 叫物理 教育的就是宰理 教育是如何改变人 所以他用这个很清楚 如何宰 如何变化 宰割 最后就是治理 治理就是顺之可 他将理都分三种 物理很重要 物理就是科学 物质的道理 那阿希那些不说了 总结就是要讲一个科学的问题 在明朝 因为本身也有 中国内部科学的一些成熟 另外也受了所谓西方的冲击 李时珍这个医学的科学 就叫做本草肝膜 另外最重要的一定要讲的 就是这个宋应星 写了一本叫天公开文 现在坊间的文 刚才提到的方意志 也都有物理 医药各方面的东西 那么天公开文呢 很详细的 是全部讲一些科学知识 但是他会提到 鱼器啊 谈天 他就认为呢 我们做的事呢 都是要按照天 或者是受天的影响 而制造很多东西出来 怎样去做呢 怎样去开文呢 这个是很清楚的 人物受气而生 人都是受那些东西感应而产生的 这个产生了 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他想找背后的原理 所以天公 天公 巧妙物 天地做了巧妙的框框给我们 我们里面的物质怎样做呢 意思大概是这样 是不是 有规范的嘛 那棵松树是那么高 全世界棵松树是那么高 就那么高 是不是 不可以再高 这个物的品种是这样 祝日的形状是怎样 是不是 天地原来有个框框 有些东西出来 我们要怎样用这些物质呢 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然后使用这些物质 所以天公开门这本书呢 就非常之重要了 那我们又说完了 不说不行 再说这个徐刚启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徐刚启是上海人 他做过宰相 他相信天主教 他还有跟那些神父 学什么呢 学西方的科技 他著作农业水利 是灌溉很多科学的书 他很早就持观 做过宰相算了 不做了 回家去到 现在的徐家糊 上海徐家糊 有他那个图书馆的 去那里呢 就帮那些自己 表亲那些 香李 做很多的 那些科学事业 水利 那些棋霸 灌溉 全部是用 是他学会了 然后再研究著作写出来 这个呢 很大影响 徐下克的影响反而少 地理学 因为 因为我们后人 现在都不懂他 徐下克 哪个呢 原来就是 就是写那个邮记 徐下克邮记的书 这个 讲到这里都要完 天公开门 还有些 我们讲的 这个 这个机 我讲的 刚才讲过 那些继布机 很复杂也可以的 是吧 几个人一起做 这些大量生产 工厂做的 就不是说 DIY 家里做 是吧 几个人要做的 要教那些 线做的 看着 所以 我们是 在那个 科技迅 其实 绝对不是 落后的 那些 瓷器 譬如他开 开煤炕 他知道了 有些毒气的 他要 找些粥 疏了些毒气 先 才下去 采煤 他知道 就是为什么 以前死的人 就是 用生命来 回想经 所以 在 野金方面 就算我们做 糖 做盐 我们进步了 你知不知 香港原来 是 盐 是要官办的 官盐的 盐场 很早 有人说 汉朝 已经有 那个 郑屋邨 其实是 做盐的盐官 守住 你做了盐 第一 要保证盐的质量 第二 不要被人偷 不要被人抢 大澳 要做盐场 因为那些水靓 水清 有咸度 又有足够阳光 足够阳光 才能做盐 曬干了些 蒸发了些海水 才能做盐 所以 收藏了些盐 和官盐 所以 香港是一个 重点官盐的地方 这个就是 那个盐的技术 都要提升 所以盐啊 糖啊 做这些东西 都会有一个 好方的技术 好 拜拜